老爷子不慎被刀割伤脚弯 急忙让孙子撒抛童子尿消毒止血 可他却支支吾吾一脸为难 在老爷子的连续逼问下 孙子倒出了埋藏在心中的秘密 我是个女的 上 我跟老子言下 这部1995年上映的国粹电影 横扫国际各大奖项却在国内少有人知 更是无情揭露了救世会下的男尊女辈 老爷子身怀绝技却截然一身 凭借一手变脸的手艺家喻户晓 江湖人称变脸王 这晚恰逢庙会佳节 变脸王当街卖意引来无数观众 那神乎奇迹的变脸绝技 令围观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就在这时锣鼓喧天里花齐名 原来是当红川剧名爵 梁素兰扮演的活观音图进此地 女人们蜂拥而至纷纷簇拥在她脚下 相传只要摸了梁老板脚下的连台 婚后必定生个大胖小子 而盘坐在连台之上的梁老板 却被记忆高超的变脸王直接圈粉 第二天梁老板将她约到茶馆 邀请变脸王投身自己的戏班子 九流归场 十流归班子 老师傅单思难成县 不如投身离园 打个苹果 给我们戏班子 添一笔油彩 抱歉 隔行如隔山 我是个公民人 不合穷的 梁老板见她不愿投身便不再为难 临走时对其说道 将军不下 各自奔情 多谢梁老板可以查起 老师傅 你也该接续个乡果 别让绝果失传 变脸王听后陷入沉思 他何尝不想有个后代传承一波 奈何儿子因病早逝 老婆嫌凭爱妇气他而去 变脸王辗转来到一处黑市 这里卖娃求生的父母比比皆是 但全都以女娃为主 我要男的 我不要女娃 天呀 你给我都不认识吗 变脸王搜寻吴果准备离开至极 身后传来一句爷爷的呼喊声 变脸王驻足回头 只见一个长相清秀的男孩远远望着他 变脸王蹲下身仔细端详 你几岁 罚岁南海 我的亲儿子 要不是家乡到属灾 我还舍不得卖他的 变脸王当即花了五块大洋买下了男孩 不但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 还给男孩赐名狗娃 随后将他带回了所谓的家 变脸王以传为家亲猴为伴 自此他将狗娃当亲孙子对待 时常表演拿手绝活逗他开心 甚至狗娃因风寒生病时 变脸王不惜剑脉祖传宝剑 也要给他买药治病 这一刻狗娃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但他心存感激的同时又觉得十分愧疚 这天变脸王带着狗娃来到街上闲逛 见有人在单手劈甘蔗 从头劈到尾分文不取直接拿走 变脸王为了逗狗娃开心 直接从头到尾将甘蔗一分为二 赢得满堂喝彩的同时 却也被躲在暗处的甘蔗贩子钉上 正当他准备批低二根石 同伙用弹弓暗算变脸王 导致镰刀脱手掉落滑伤了脚 变脸王包扎伤口时 想用民间土方不灰沾童子尿之血 可这时的狗娃面露难色 在变脸王的再三催促下 狗娃道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我是个女的 我狗子人杀了 得知真相的变脸王彻底崩溃 当即决定抛弃狗娃 嘴里还不停地咒骂她是个骗子 小小年纪的狗奸人犯 你骗我老江 我不是骗子 我让人被我欺回了 都想我是女的 拿我当伤口 只有您老人家信号 帮我当人 当亲人 不怕说出来了 你不要我了 身为老江湖的变脸王 不堪其辱 当即扔给狗娃一串钱 让其自谋生路 爷爷 爷爷 我会骑我 我会做饭 我还会给你挠痒痒 无论狗娃如何哭诉哀求 变脸王始终无动于中 狠心沉船离去 狗娃则在岸边拼命追赶 甚至丝毫不顾生命危险 跳入水中 变脸王实则嘴硬心软 见狗娃不失水性 果断跳入水中进行搭救 最终变脸王于心不忍留下了狗娃 但不准他再叫爷爷 而是改口叫老板 从今往后让狗娃靠本事吃饭 除了变脸 他将所有的杂技倾囊相授 而心怀愧疚的狗娃 学得格外用功 不久后 变脸王带着狗娃来到街边卖艺 狗娃表演杂技 变脸王则表演拿手绝活 片刻间便吸引了大批群众 这时几名士兵凑上前来看热闹 随即还扔出一串赏钱 试图让他将变脸的绝活透个底 士兵见他话不漏风便想要回赏钱 变脸王见状时序的说道 可士兵们借此机会故意刁难 说刚才分明给了两票赏钱 士兵们静止地走到他们跟前 示意明天就要奔赴前线 临行前就想看他这变脸的玄机 狗娃见老板被兵体欺负 双手掐腰大声怒斥道 要露点 除非你们是我师父的儿子 我师父的绝招 传男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连我都不传 你们算什么东西 小兵 士兵们正准备动手 变脸王健壮连忙替狗娃解围 索性陪着笑脸给他们露个底 当即表演起自己的变脸绝活 士兵们看得云里雾里茫然不解 竟在身前也没发现任何破绽 各位 说穿了很简单 功夫全在手 只要各位练手十天半月 我担保都成变脸王 坦诚不公的一席话 让士兵们心服口服 临走前心甘情愿地撂下赏钱 经此一事狗娃对变脸产生了好奇 晚上趁变脸王不在 狗娃拿出脸谱仔细端详 由于靠烛火太近脸谱瞬间被点燃 慌乱中燃起的脸谱掉在了甘草上 狗娃极力抢救仍然无济于事 当变脸王回来是小船早已残破不堪 狗娃因愧就躲在树后偷偷哭起 少不惊世的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于是狗娃偷偷离开了变脸王 再次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不料这一幕恰好被人贩子看到 狗娃再一次身陷贼窝 在一处破旧不堪的阁楼里 狗娃遇到了一位名叫天赐的小男孩 夜里他趁着人贩子喝酒时 带着天赐从房顶逃了出去 两人来到一处破庙避寒 狗娃看着怀里的小男孩心生羡慕 你有茶苦姐姐 我也喜欢你 我想爷爷 我也想爷爷 明天姐姐带你去找爷爷 第二天狗娃将天赐送到了船上 当变脸王发现时 爷爷 谁是你 变脸王 你是 你叫什么 我叫天赐 天赐 他连忙扒开天赐的裤子进行厌火 你真是个天赐 当晚变脸王问天赐为何出现在船上 变脸王听后不由的心里一睁 他站在船头一遍遍呼喊着狗娃的名字 殊不知狗娃早已离开 而自己也即将大获临头 原来天赐是当地富商的独苗 此时全城张贴告示重金寻子 很快警局的人便找上了门 他们不仅带走了天赐 还将变脸王拴在马后面拖醒 而这一幕恰好被狗娃看到 警局里的变脸王将事情如实交代 可局长根本不信八岁的孩子会贩卖人口 随即对他示意酷刑 本就年迈的变脸王只好驱打成招 迫于上级的压力 局长将近期发生的三十多起儿童拐卖案 全都转嫁到变脸王的头上 狗娃一路尾随来到警局 万般哀求下得到了探视的机会 老板我本来想给你送个孙子 没想到把你害了 害成这样老板你冤我 是福不是祸 是祸堵得托 狗娃 不怪你 都怪我命苦 我冤了 我全身了 欠你断头衔了 我今次还你幸福战 紧接着变脸王把将军托付给了狗娃 以后卖也算是有个帮手 狗娃牵着将军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辗转来到变脸王长区的酒馆 老板得知此事后 让狗娃去找梁素兰帮忙 可当红明觉梁素兰粉丝甚多 戏院早已被人群围的水泄不通 等狗娃挤过人群时 梁素兰已经坐车离去 狗娃来到梁素兰门前久归不起 直到第二天清晨这才见到了他 狗娃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梁素兰 梁素兰被狗娃的忠意所打动 决定找市长帮忙 可市长不想插手此事便拒绝了他 梁素兰虽有心帮忙 但在权力者眼中只是个卑微的戏子 见梁素兰无能为力 狗娃被逼上了绝路 这晚趁着市长在看戏时 狗娃蹲在房顶用绳子将自己缠住 变脸王约我 变脸王 没有拐骗人家小孩 那小孩是我救出来送给老板的 眼看市长无动于衷准备离去 狗娃情急之下割断绳子从高处掉了下来 梁素兰见状纵身一跃接住了狗娃 两人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梁素兰抱着昏迷不醒的狗娃 缓缓地走到市长跟前 市长 你眼睁睁 看着这拼死喊怨的小女孩 无动于衷吗 你还能袖手旁观吗 你是铁石心肠吗 市长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说罢便带着狗娃离开 市长被两人骨子里的血性所打动 你一个唱戏的 你这样的血性 我这个带兵的 也不是脑肿 你还得一番真情 这案子 我管了 不久后便脸王被无罪释放 连忙来到梁素兰的府上跪地打谢 可梁素兰却说你最应该感谢的是狗娃 他才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 得知事情经过的便脸王匆忙回到岸边 看着船上擦拭地板的狗娃心疼不已 狗娃 老板 狗娃 叫爷爷 叫爷爷 变脸王紧紧地将狗娃拥入怀里 不久后便脸王打破了门规祖训 相对于正门手艺 他更在乎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于是将便脸的绝活悉数传授给了狗娃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便脸绝技驾驭护小船变大街小巷 同时也成为了每一位女人 婚后必学的一门功课